救護車開進巷弄 救護人員拉出單架 隨後兩個人一起拉著步 將六歲小男童放上單架 一個人緊急做按壓 站在一旁交集的就是男童外婆 原來男童攀爬高處 卻衰落重疾頭部 送往醫院急救 最終宣告不治 但卻被發現身上傷勢不對勁 我看醫生 會啦 阿嬤也是會罵起來 阿嬤比較大聲給我聽到 但是我沒有知道 什麼奇怪的事情是 事情發生在31號傍晚5點半左右 新北市盧州區這處民宅 外婆公稱 當時男童獨自在浴室內 疑似要拿櫃子上的藥物 爬到馬桶上後整個人摔落 外婆發現她坐在馬桶沒反應 上前詢問怎麼了 男童還回應沒有怎樣 卻在緊急送醫後不治身亡 被送進醫院時 男童身上還沒發現多處燙傷勒痕 甚至破皮 潰爛傷口 懷疑案情並不單純 當時在場的男童外婆31號晚間 也在遠景陪同下進入警局做筆錄 我不是沒有管教她 我有管教她 她都是論論都 每天都是用傷好讓我生氣 你有把她打得很嚴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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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把她打到很嚴重 沒有沒有 男童父母離婚後就由外婆撫養 另外還有一個7歲孫女 三個人共同生活 小男童6歲到現在不曾上過學 祖孫倆從未被通報過家暴紀錄 男童的死因和身上的舊傷 究竟什麼原因 警方將香艷釐清 記者郭先生網站SN小組 新北市採訪報導 來自朝 흥